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糕点的家产 创新进行时马上播出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是有的种子 还是有的采收 还是有的养殖 这个劳作就非常的扑杂 所以我们08、09年我们就开始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商业饲料化 家蚕是寡食性昆虫 几千年的饲养历程中 家蚕一直是以商业为食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以往最消耗体力的种田收割 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轻松 而完全无法实现机械化的重丧养残 倒成了最繁重的工作 长期从事家蚕生物学研究的夏庆永 想从源头改变这一局面 我们这样的把商业饲料化的话 我们就会将来产业的规模化 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方向发展到 迈出了坚持的一步 自然界中 动物和食物具有一对一关系的 就包括桑核残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科研人员一直在寻找 家蚕中爱桑叶的原因 即2003年破解家蚕基因组框架 十年后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又完成了家蚕精细图 高精度遗传变异图谱 以及对桑树基因组的测序 并在网上建立了 可全球共享的 家蚕基因组数据库 至此 家蚕爱吃桑叶的秘密 也逐步被揭开 我们的基因组数据库 最重要的它就是一个大的字典 这个字典包含了 我们家蚕的各种组学的信息 相当于你要查询的信息 你感兴趣的信息里面都有 通过这个字典的查找 你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工作 蚕的视力非常微弱 只能感受到光的存在 它们对食物的选择 完全依赖灵敏的嗅觉 通过对家蚕基因的分析鉴定 科研人员找到了76个 味觉受体基因 并发现 苦味受体基因 在家蚕食物选择中 起决定性作用 而在桑叶的基因组中 他们发现 桑树拥有强大的蛋白质制造能力 仅在叶片中就含有2000多种蛋白质 丰富的蛋白质 是家蚕喜欢吃桑叶的重要原因 找到了家蚕爱吃桑叶的原因后 科研人员用了四年的时间 配置出了蚕宝宝们的营养食谱 并将它们搅拌混合 加工成像糕点一样的绿色食物 这其中包括有苦涩味道的桑叶粉 碳水化合物 及蛋白质含量丰富的豆粕粉 玉米粉等30多种植物成分 如今在大庙镇三品村的 现代残业实验基地 工人们都会用这样的人工饲料 喂食家产 这些绿色的小点心 显然已深得蚕宝宝们的喜爱 尝一下 先尝一下 我想看看这个蚕 它喜欢吃是因为什么是吗 好苦啊 对 蚕的其实它喜欢吃苦味 苦的东西 它喜欢这个苦味是吗 它有一个苦味受体 就是蚕的那个头像 但是它那个后面吧 会有点酸酸的味道 其实酸酸 时间长了还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对对对 这个层次还挺丰富的 标准的营养配方 让规模化的生产成为可能 随后 科研团队专门研发了一套 加残饲料生产加工 熟化一体的智能化设备 实现了加残饲料的批量化生产 这个是我们已经熟化的资料 这个你看 您看就是冷了以后 它就有一定的质地了 你说这玉米的作用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你看看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看 倒到这个上面 好 你看 我们就可以 要胃残上的 就把它切开 用机器切和这个手 都可以把它切成 我们想要的形状 这些大蛋糕 实际上就由我们身后的 这台大机器 一次性加工生产完成 出锅了 来 来 这现在就熟了是吧 现在这个就是熟了的 可以出锅了 可以出锅了 我们又去 然后拿这个接着 然后凉了以后就可以 可以就来 来喂 再采了这边 其实这我看 有一个流水线 未来它就可以 一排一排的 对 就是一排一排的过去 我们就有 专门在那边 负责接收就行 你看这个其实已经 已经凝固了 前面的一些凉的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做出来以后 这个残 我们可以放得上 它马上就可以吃了 马上就能吃了 它凝固的还是比较 热乎的 用人工营养餐 喂养家残 不仅大大降低了 桑叶的用量 省去了采摘桑叶的体力劳动 而且磨成的粉 还可以不受季节限制 长时间保存 避免了家残食用 受污染桑叶 而中毒或生病等现象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科研人员还可以通过调整食谱成分的不同比例 来满足不同年龄段残宝宝 对营养的需求 既然未来一切劳动密集型的岗位 都将被机器所取代 有了饲料自动化生产设备研发的经验 夏庆有想到 为什么不将喂养残宝宝的整个过程 都实践自动化的操作呢 那过去是靠手工 靠人的劳作 辛苦的劳作 那未来的所有的这个行业 未来都要规模化 都要自动化 都要智能化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技术要去研发 所以你要不去做这个技术 那你这个产业就很难坚持 这一次 夏庆有亲自上阵 绘制出了全自动化养残的概念图 团队成员则是寻找各类机械 硬件和软件服务商 在家残养殖基地 搭建起了加工车间 2019年3月 残宝宝们正式搬进了 现代化的残房 各种机器开始运转 按照夏庆有的设想 基地从养残 添石 除杀 到上促收减 全部流程都要实现自动化 在此基础之上 还要利用大数据 进行智能决策 高效低成本 饲养家残 随着机器人往来穿梭 一个自动化人工智能的 家残饲养工厂 已逐步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 团队在家残基因组学的研究中 也有了新的进展 所有蛋白类的东西 在自然界中都很坏的 虾呀 鱼呀 牛奶呀 鸡蛋呀 都是如此 所以这个残丝 它也是蛋白 它的野外 它怎么就不会坏了 它怎么就不会生煤 它怎么就不会臭了 我们就很好奇这个事情 残丝是一种天然的纤维蛋白 随着对家残基因组学 不断深入研究 科研人员发现了 残丝中更为宝贵的价值 所以经过了很艰辛的一些努力 我们就发现 残丝里面原来有很多的抗菌的物质 这个不是一种 而是几十种 丝线存在于很多昆虫 和绝大部分蜘蛛体内 而家残的丝线 合成和储存蛋白的能力 更是惊人 残丝是世界上最优质的蛋白纤维 其中98%的成分是蛋白质 有18种氨基酸 与人类皮肤极为相似 这个是我们产生的 一个丝线的结构 这个丝线就刚好是生产 产生纤维的一个场所 就是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化控场 实际上 一粒拇指肚大小的残碱 一般能剥离出 一千多米长的丝线 而如此长的丝线 都来自家残体内的这对线体 正是这个具有超强合成蚕丝蛋白能力的化工厂 让残宝宝成为一个天才的建筑师 那么怎样才能利用好这个残宝宝体内的化工厂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家残体内具有超强合成蚕丝蛋白的能力 就像一个合成蛋白的化工厂 如何利用好这个化工厂 成为整个科研团队最核心的工作 通过对家残基因的进一步分析鉴定 研究人员发现了354个参与丝蛋白合成 能量代谢 生殖特性等调控的重要功能基因 这是一根放大了几千倍的 蚕丝纤维横截面结构图 实际上 一根完整的丝线 是由丝素蛋白和丝胶蛋白两部分构成 而那些不易腐败的蛋白元素 大部分都隐藏在丝胶蛋白中 那么在几百种蛋白里面 我们发现非常具有价值的 主要是在这样一个丝胶层里面 比如像抗烟 抗菌 抗氧化 以及抗脂外等等这些功能 实际上我们传统超湿脂愁 只用了丝素蛋白 那么外面的丝胶 通过碱水把这个丝胶全部脱掉 只用了中间的丝素蛋白 就是丝纤维蛋白 原来在传统骚丝过程中 为了放出最完整的丝线 人们会将残碱浸泡在热水中 煮熟 脱胶 抽丝 而正是这一生产流程 让残碱中最有价值的丝胶蛋白 融入水中 都白白流失掉了 在对残丝蛋白功能不断地深入了解后 科研人员尝试了对丝蛋白的基因重组 让家残吐出的丝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优良特性 这是首次实现在活体生物中 人工设计的蛋白纤维 这个是我们改造过后的这个残碱 那么它具有非常好的吸水性能 那么我们现在就放进去 我们要稍等一会儿 它再吸水 吸水之后呢 它应该就会 沉下去 杯中白颜色的残碱是一枚普通 未进行基因改造的残碱 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与改造后的残碱 有着明显的区别 真的真的 它完全下去了 对的 说明它的吸水性非常强 是的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普通的残碱里面 经过我们人为的改造之后呢 就会增加了它蛋白质的一个清水性 改造后的残碱 不仅有很好的吸水性 同时也保留了丝胶蛋白中 抗菌抗氧化的优良特性 这个残碱是我们通过 洗水这个性能的改造过后 那么主要是用于这个 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个保护 我们通过这个 把它稍微这个湿润过后呢 它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 濕素的摩擦和濕胶蛋白的 活性物质的一个释放 达到防止我们皮质层的 一个这个氧化作用 它等于就是一个 清洁面部的一个小工具是吗 对对对 很方便就是 挺可爱的这么设计 就是说濕素可以起到一个摩擦作用 然后清洁你的皮肤 然后呢濕胶它带着营养成分 渗透到你的皮肤中 然后营养你的皮肤 通过多种基因的改良 科研人员还培育出了 能够吐出彩色蚕丝的品种 而用它仿制出来的丝织物 既保持了丧蚕丝的舒适感 又不再像过去一样 一皱不好打理 另外利用丝胶蛋白中的有效成分 制作的面膜 卫生用品 有吸水性强 抗菌 不易刺激皮肤等效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 科研人员还将蚕丝改造成为 可以修复人体组织的医用材料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通过多种基因改造技术 科研人员不仅开发出 更舒适亲肤的丝制面料 而且还研发出 用丝蛋白制成的 医用骨钉和子宫内膜修复材料 那子宫内膜审伤 它有时候 它这个腔体下着 它粘连 另外一个对于不润的 就是很严重的审伤的时候 我们加一种就是细胞生长因子 就是这个细胞生长因子 能够促进这个子宫内膜的生长 让它恢复回来 所以就做成了一种材料 这种材料的话 就是在动物研究上看的话 是希望非常大的 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单位 夏庆友和他的团队 还在不断寻求创新 希望能够让丧残业 向更加现代化 集约化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团队依然坚持 在加残基因组学的深耕 期待在生物材料 医疗大健康 等高新技术领域 得到更多的突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